來看到松山機場時尚第一次 被騎自行車的民眾給攻破了 在前天上午有一名65歲的男子 直接騎車從9號岡哨進入 還騎到了機場的跑道上 一分鐘之後被塔台人員發現 趕緊封閉跑道 通知航務人員把人帶走 整個過程大概是11分鐘 雖然男子說自己是迷路了 才會跑進來 不過松山機場的管制 竟然這麼容易的被攻破 不僅民眾將被罰 航警也對相關人員祭出懲處 三名航警守在松山機場的剛照站 對每一位進入的人 和每一部車輛嚴格盤查 旁邊大大的禁止標誌 警告著未經同意不能擅闖 這道管制攸關飛航安全 但是卻出現漏洞 看似門禁森嚴的松山機場航線 竟然被攻破了 一名阿伯就騎著單車 趁著大門敞開的時候直接闖入 松西史上頭一遭 出現民眾騎車逛跑道 九號當天上午七點五十分 一名六十五歲男子就在上班 尖峰時間混入進出的人車隊伍 從九號剛少進入機場 接著就騎上跑道逛大街 一分鐘後塔臺驚訣跑道被入侵 趕緊封閉跑道 以免影響飛安 同時通知航務人員 趕快把人找到 花了六分鐘 終於發現騎車的男子 立刻將人帶領跑道 松山機場歷經十一分鐘的驚魂祭 幸好當時沒有飛機準備起降 是因為周邊運動他想尋求捷徑 但是不小心誤入了機場管制區 這是上班時段 那人車多 兩位員警在檢查的時候 可能因為角度的問題而疏於注意 針對執勤援警呢 申戒然後幹部的部分督導步 之後也會進行申戒的處分 航警局事後也加派人力管制剛少 不過這名男子的行為 已經影響飛安 依民航法將開罰五千到兩萬五 想大飛機可以買機票 但是跑道千萬別亂場 華視新聞林憲章道永 台北報導 警局局局長